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遠離成垢 得罰眼鏡 來 1 2 3 GO 那個 直覺思維 1 2 3 GO 怎麼能想那麼久啊 好 陳明玉越來越棒 師傅還有我各位師兄 我來我來找找 第一次陳明玉試著回答 遠離成垢就是遠離各種 這個是非對立染污 然後呢我們開發根本之之後呢 就可以 就是對我來說得罰眼鏡的意思就是 不再一夜障目 不再一夜障目 非常好 越來越棒 那個靜是什麼意思 嗯 靜應該就是清靜 對 清靜 清靜是什麼意思 嗯 對 不思善不思惡 超越惡元對立 所以你遠離成垢以後 你想要正物成佛 你一定要超越惡元對立 得罰眼鏡 欸 Sorry 自己就跑了 對 自己就跑了 唉唷 Sorry 好 好 講的話 各位都要練習講話 葉雅湘上個禮拜已經開獎了 對 葉雅湘這次回來有很有進步 對 Cindy也是啊 Cindy 要去保嘉莉亞以前也是表現非常好 她是我們的評審員耶 我們表現如何都要請她評審 如果你聽得懂 我們就算成功了 對 哈哈哈哈 對 好 讓恰嫂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這個就是 那外面那一大堆就是 離共 就是這些現象界的這些所知障 這些所謂第三度空間的這些所有的事情 那那個這些事情 對外面這些事情 現象界的事 事實上那腦子就是代表的意識 今天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思維提升 就法師就是那隻手 他把那個燈泡就是把這個 這個救命的稻草給我們了 以後我們就可以開發我們腦中的意識 提高我們的思維 對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思維你就可以得到 你與生俱來的法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燈泡就可以 亮了以後 你就可以破除這些 這些第三度空間 這些風花雪月 這樣子 OK 好還有嗎 來 One two three go 還有嗎 郭局你來試試看 這個沒有 絕對沒有對跟錯 對對 對 對是 對 要大聲一點 要靠近你看 像書這樣大聲一點 我們要遠程這個事件上的那個 超二元對立 然後才有辦法離這個狼屋 然後才可以像那個一個手 然後拿一個燈泡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是要讓我們親近 超二元對立的 親近的東西 還有 對 要讓我們親近是嗎 是 好 還有嗎 我發現你也很有趣 師父 各位學長 各位學長 學長好 那個 他這個頭那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說要那個 思維 思維要升華 對 然後呢 思維升華 對沒有錯 思維升華起來以後 然後這裡是什麼 能量就會提升 這個就是根本智慧會放光 對吧 對 然後這裡呢 這些啊 這些這些 這些是什麼 這就是現象界的 有的沒有的 不管是AI啊 不管是黃仁勳啊 Mask啊 都在這裡 現象界 就是 遠程離垢 就是 灰塵會染污我們的 佛性的污垢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染污我們的污垢 因為 落在現象界裡頭的 任何一個東西 通通都是二元對立 所以 我們現在看黃仁勳這麼了不起 賺這麼多錢 世界首富十年以內了 然後 但是 其實 他賺的錢也都是二元對立的 所以他離這裡好遙遠啊 那你來上課 你都知道往這裡走 但是沒來上課的人 他們還在 那個 庸庸碌碌在賺錢啊 就在這兒 到最後把身體搞垮了 像Mask這麼出名 但是他也把身體搞垮了 所以他要靠吸毒來過日子 對吧 所以 所以這張圖其實很有意義 就是 這一些 你看嘛 鉛筆啊什麼啊 對吧 方程式啊對吧 這些科技啊 或醫療啊 或運動啊什麼 這些都是在現象界 我人也在現象界 所以 現在 我們要藉著AI意識的時代 升華我們 這一塊就是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想法嘛 對吧 升華我們的念頭 往上提升 那麼 往上提升的話 能量就會帶起來 帶起來 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根本質被開發出來了 這個燈泡代表 我的根本質被開發出來了 然後就離這個德法眼鏡越來越近了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你看圖說話 你如果懂的話 今天的主題論文你都沒有問題的 佛國品禮侯的最後一堂課 然後明天下個禮拜換一個品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就是眾生罪 眾生因為有業障嘛 所以看不到佛國土的莊嚴清淨 清淨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眾生的業障怎麼表現 他是業障 他就是在二元對立之內 所以他是被束縛的 譬如說被貧富束縛了 譬如被寵入束縛了 哎師父比較愛這個同學 比較不愛我啊對吧 寵入束縛了 還有被高矮束縛 還有被喜怒哀樂 這通通都是二元對立 喜怒二元對立 哀樂二元對立 反正現象界的一切 你看得到的 通通都是二元對立的 那就是會帶給我們煩惱 所以說眾生是因為有業障的殘服 所以看到的都是二元對立的 看不到佛土的莊嚴跟清淨 佛土的莊嚴清淨 永遠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所以我們要正悟菩提 就是要學伯二法門 因為他就是直擊正悟成佛的關鍵 依佛智慧 佛的智慧是什麼 什麼叫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好 來 講到來 On our own Charger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佛的智慧就是根本智慧的徹底彰顯 對 佛的智慧就是根本智 徹底彰顯到無量無邊與宇宙同體 你我都來自同一個根本智慧 那你說怎麼可能啊 我的智慧讓我只能夠養一個家 黃仁勳的智慧他可以賺很多的錢 然後成就世界首富的10名以內 顯然不一樣 錯了 那個不是根本智不一樣 那個叫做業障卡得有多深 你卡得很深 當然根本智彰顯不出來啊 對吧 黃仁勳他卡少一點 他就彰顯出來一點 但是那也都不究竟 因為隨著走運你看吧 喬布斯 Steve Jobs 就是蘋果的老闆 他不是也會打坐嗎 他也有禪定功夫嘛 對吧 但是他56歲就有生病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他所有的修行指向照顧自己的產品而已 他從來沒有理他的行為 從來都沒有 所以當他要死的時候 他就感嘆了 他說當那個呼吸器的那個機器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一直朝著我走過來 我知道死神一天比一天接近了 他說這個時候我體悟到 錢的沒有意義啊 因為我有 我雖然有錢可以請司機開最豪華的車 我雖然有錢可以吃山珍海味 但是我沒有胃口 對 然後我雖然有錢 我可以買世界最最貴的席夢絲床 但是世界上最貴的床永遠就是病床 而且我沒有辦法花錢請一個人來替我生病啊 這個就是他的心聲 但是很可惜因為他沒來上師傅的課 他到鑰匙咽下最後一口氣的前幾分鐘 他還是祝福他的家人 希望他的家人能夠擁有美好的回憶 也希望他的朋友都能夠過得很好 你認為他錯在哪裡 One two three go 他錯在哪裡 好 蔣陸華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陸華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他focus的就是小眾 就是小我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必須是我認識的 他的所有的付出都是 本來他是只有自我 後來打開到他要將死的時候 才打開到他的親朋好友 這一塊而已 但事實上沒有血緣 甚至無情眾生那麼多 他並沒有 非情眾生 非情眾生就是這個 桌子椅子 那個假樹啊 非情眾生 沒有阿賴耶史的就叫非情眾生 是啊 所以他沒有拓展到這一塊 因為事實上真正的利他的話 是包含有情無情所有宇宙 宇宙裡面的這些應該都是平等的 對 是 所以你必須這些思維都必須要打破 而不是最後他你看好可惜 他只有講到說要多一點時間給家人 到要臨死的前一刻中 他還是想到的永遠是他 以及他的家人 他所認識的朋友 那你認識的哪一個人 他是不顧自我的 不顧小我 他照顧的是眾生的 你認識的有誰 One two three go 好 心底你一定會的 對 對 師父 對啊師父從來給他掌聲鼓勵 對啊師父 師父對 代表你真的很有智慧啊 對吧 是呢 師父就是從來不照顧自己 然後都是照顧所有的眾生 然後你看師父 一無所有 但是師父說 好我病案到高雄去 馬上那邊就有人來接應對吧 所以你在在乎什麼 然後在企業家裡頭 你看到哪一個企業家 你找一個對比 照顧全球眾生的是哪一個企業家 照顧自己的企業的是哪一個的企業家 你不能再舉例Steve Jobs的 你要舉哪一個是大我 哪一個是小我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文華 師子來分享 我覺得Musk就是大我最好的人 他譬如說他那個spaceless 對他就是 就是師父舉例一下 因為那個Cindy她可能不知道 Musk她的了不起的地方 Musk是南非人 他出生在南非 他當然是洋人 對 南非你真的不能小看他 你不要以為南非全是黑鬼 不是喔 南非師父去過南非 因為他本來就是我的管轄地區 在曼德拉統治以前 他非常漂亮的一個國家 醫療水平最高的是 他的開心帳是全球第一例耶 成功的開心帳 然後哇這個整個國家 自己的特別的漂亮 但是他有 因為他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傳承英國的傳統 一定有種族問題啊 英國有色人種 在英國最受到禮遇的是 是哪一國 有色人種 像譬如中國台灣啊 香港啊 日本啊韓國 這些通通都是有色人種 在英國有色人種 最受到禮遇的是哪一個國家 對的 為什麼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對 是啊 是印度啊 他答對了 嗯 因為印度是英屬啊 他很早就被英國佔領 應該是屬於英國的屬地啊 那 那你這個沒有打直擊要害 那那個什麼 那個南非也是啊 澳洲也是啊 他們都是英國的屬地啊 對吧 不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 澳洲也有白澳政策啊 那個是都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南非更嚴重 種族暴動啊 你知道嗎 南非嚴重到什麼程度 這個餐廳就寫著 掛牌 不招待有色人種 你看了都傻眼了 那還不夠看啊 這個公共廁所 不招待有色人種 那你要上衛生間怎麼辦啊 對 所以你必須要入鄉隨俗嘛 對吧 我回到印度這個議題啊 印度人為什麼被英國人重視 是因為印度本來就是英俗嘛 對吧 然後他們很多那個 英國你看在日不落國的時代 他們是非常有錢的啊 然後他們都用很多的家奴 全部都是印度人 因為印度人會講英文嘛 對吧 然後有色人種 你說為什麼不用南非人 南非是白人啊 你用不起啊 他還是有很高傲的那種 那個情懷嘛 對吧 印度人他就 至於是黑人啊 然後會比較願意接受 同時為白人來效力 所以在所有的有色人種裡頭 最受到英國人禮遇的 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韓國 都不是是印度人 對 這個你基本常識你一定要知道的 而且你要知道原因啊 不是說喔 當然啦 師傅以前就講過說 印度人受英國人的禮遇 但是你沒把原因給記下來 師傅一定有解釋原因啊 對吧 好所以 嗯 好 那SpexX 那個Mask 他你一定要認識他 因為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是出生在南非的白人 然後後來他很小就展現他的才華 12歲他就會能夠製造那個衝天炮 火箭的衝天炮 嗯 Mask是他們家的那個百科全書 你問他什麼 他都能答 而且還能夠把原理告訴你啊 因為他一天看兩本書啊 他媽媽也是奇葩 他媽媽是 嗯 以前跟他爸爸結婚的時候 在南非嘛 那受到法律的約束 喔 他爸爸都很會家暴他媽媽 然後 本來都在家裡打而已 後來變本家裡了 這個 在馬路上也打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媽媽就是愛打的那個女人 然後 但是他媽媽因為被打了 所以他那個生命力很強大 七十幾歲還在當模特兒走秀啊 你看 嗯 確實是非常了不起 後來南非的法律變更了 就是可以離婚了 以前是不能因為你被家暴 然後申請離婚啊 不可以 這是不成立的啊 你可以被打死 但是你沒有法法律的依據來離婚 對 後來他媽媽就成功的就離婚了 然後 所以你看喔 Mask在被採訪的過程當中 他常常都不願意談他的兒時 他說我沒有一個兒時 就是我的兒時是空白的 他不願意談 因為他就天天看他他媽媽被打嘛 對 然後他也沒有全力選擇跟他媽媽住 所以他跟他哥哥兩個都跟著他爸爸住 所以他的兒時是非常不快樂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背景 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精神放在讀書 所謂讀書不是讀學校那個書啊 就是大量的看書大量的看書 然後Mask他也有申請到博士班 但是他去上三天以後 他就覺得博士班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也不會有所謂的出人頭地 他說我不要上博士班 他就去找工作 因為沒錢嘛 所以他一定要工作啊 然後就去找工作都沒人要用他啊 到處碰壁到處碰壁 跟誰一樣啊 跟馬雲一樣啊 馬雲因為長得很像ET 你們知道馬雲嗎 就是亞洲首富 曾經是亞洲首富 我現在已經下來了啊 他就長得很像ET 喔那個臉好恐怖啊 然後就沒有一個公司敢用他 然後他就 Mask也是沒有人敢用他 然後後來Mask說 我既然找不到工作 那我自己創業總可以吧 對所以他就開始自己創業 他很會寫城市 因為他非常聰明啊 然後不用人家教他自己都能夠寫城市 他就寫很多城市賺錢這樣子 然後他跟他哥哥兩個人都很窮嘛 然後我師傅為什麼知道那麼多 我看了Mask的自傳啊 然後也看了他媽媽的自傳啊 所以我把兩個對照起來看他們兩個講的是不是一致 充分的一致 對 我常常鼓勵你們就是說 哪一個人成功者的自傳 你一定要去看 人家怎麼成功的 人家怎麼超越所有的困頓 還有生活的瓶頸 他都一定會在自傳裡頭交代的特別的清楚 你們有看過哪幾個人的自傳的有的請舉手 好 你看誰的 我也有買Mask和他媽媽的 那是受失誤影響 對對對 在這個以前 在這之前我有看一個畫家叫做劉奇偉的自傳 就是 不認得 這是我們生物系比較知道 然後他也是 他在我們台灣很多學校都會辦他的畫展 但是因為我大學是生物系的 就是我就了解 然後他本來在中國是 是那個就是富N代 他們家很大 富家一方 然後後來因為戰爭 然後他媽媽也 反正就他家到中落 所以他爸爸那時候就帶著古董去日本 然後他其實也有一些認同的問題 可是他 他後來就是跟著那個 反正就到台灣來 然後後來他有 他有試探他兒子 因為後來好像他有被通知說 那個他們在中國 不知道浙江海南很大的那個庭院 然後他問他兒子要怎麼辦 然後他兒子就說 反正我們都沒有住 我們就捐出來做學校 然後他就覺得 他很欣賞他兒子這樣子 對 經過你的嘴巴 完全沒有重點 而且也不精彩 不過最主要是 你搞錯了 他太小眾 太小眾就是說 他在全球影響力不夠 對吧 要看誰啊 反敗為勝 Chrysler的那個創始人 Chrysler 中文怎麼說啊 克萊斯勒 對對對 他們平臨倒閉了 已經就是眼看著就是要倒閉了 Chrysler的那個創始人 把他救活了 救活了 你要看他啊 太艱辛了 太小眾了 太小眾了嘛 真的太小 所以但是還好你有講出來 讓師傅可以糾正你嘛 對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們每一次的發言 其實都能夠教化眾生 而且都有功德啊 對吧 還有誰 就世界名人的那個 他的回憶錄 你都可以看 譬如說吧 邱吉爾的你要不要看 當然要看啊 對吧 你要看 人家怎麼成就一流的幽默啊 對吧 你講課也好 你跟人家聊天也好 你完全沒有幽默感 誰理你啊 對吧 所以 對 邱吉爾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智慧 他的智慧 然後他在二戰的時候 展露無離他的智慧 還有他的幽默 他的幽默 他的雪茄是他的那個造型嘛 對吧 他的 他的logo嘛 對吧 我的意思說 我舉了這麼幾個例子嘛 你應該 要跟進嘛 不是嗎 但是 你 你 你聽到 只是聽到 你對人家根本都不 不了解啊 對啊 聖選法師你也 你也聽過啊 對吧 不能這樣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 曲解嘛 對吧 不能說喔 因為我聽過 CINDY你也聽過啊 對吧 所以不能 聽過是一回事 你真正的了解是一回事 你悟到他的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對不對 是 所以鼓勵你們 多看成功者的自傳 非常的重要 對 好 那 結果 剛剛有人回答嗎 就說 大我的企業家是誰 小我的 好 對啊 可是 可是你要 你不能只講Mask 你要舉證說明啊 對吧 對啊 我有講說SpaceX SpaceX 他不知道什麼啊 就是 火星啊 要移民火星 他就 他覺得地球總有敗壞的一天 因為霍金講說 會會毀壞嘛 所以他 他知道這個他就覺得說 希望能夠幫助所有地球上的人類 如果萬一必須面臨到這一天的話 他必須發展太空運輸船 把地球人送到 目前是他的idea是送到火星 所以就是SpaceX是因應這個理念出來的 好 那這樣子還是不夠 真正的重點你都沒講啊 Space就是太空 X就是無限 就是他現在是針對火星啊 他也有可能針對其他的星球 所以SpaceX是火箭推送 把人類送到不同的星球 是用火箭 重點 你沒有 沒有講 更重要的重點是 他這個火箭是可以回收來重複使用的 你有講嗎 沒有 對嘛 這是最大的重點啦 這是最大的重點啦 對吧 是 然後為什麼SpaceX這麼重要 他的理念 帶領我們人類 他要讓人類成為多星球的居民啊 就是說我也可以住在地球 我也可以住在火星 我也可以住在 嗯 嗯 那個金星太靠近太陽了 是不是不太可能 對 對 反正多星球的 的生物 對 這寫什麼啊 紫白板 我還以為是跟遙控器有關 對 對 對對 對對 對 仙草茶 對 那個仙草茶真的很棒 這最大了 最大了 千萬別再動了 等一下你把他動小了 對 所以你看 Mask他是不是很了不起 他的想法從來不是 我只為了 我賺幾兆 然後來成就我的 我的家 沒有 他很窮啊 他很窮 剛剛講到他的創業 他都沒錢啊 那個人就 嗯 在YMCA 租了一個很小的房子 然後在那邊 寫城市啊 什麼的 然後 因為沒有人要 要雇用他嘛 後來他們 他跟他哥哥就 創立了一個公司 很小很小 然後 那個公司 就是只有幾坪大 就寫字樓這樣 然後 嗯 他幾乎是天天都在辦公室裡 然後要洗澡 該怎麼辦 再趕快回YMCA去洗澡 然後 第二天 嗯 又跑來辦公室 跑來他們的辦公室 他都帶著睡袋 你知道嗎 睡覺就睡在那個睡袋裡 後來他 有賺錢的嘛 你知道他的第一筆大錢是 他曾經寫那個Paypal Pay 付款 Paypal Pay PAL 這個 這個是讓他賺錢的第一個 第一筒金 嗯 他 這個就有點類似像 Apple Pay 那種 付款 付款系統 對對對 然後他從那邊就賺到 賺了錢 但是他還是 他以前小時候就那個窮苦 害怕了 所以他捨不得花這些錢 他還是跟他的哥哥兩個人 還是就是窝在那個小辦公室 然後洗澡就回YMCA 然後兩個人都睡一個睡袋 後來他們就也有請了員工嘛 對吧 然後他們都通常熬夜熬到四五點 然後 嗯 才開始睡覺 他們員工來了以後看 這個兩條龍在那 就用腳把他們提醒來 上班了 對對對 好 所以 除了SPECX 他還有什麼 值得 好 腦機接口 腦機接口 他的原始力也是要幫助那些 癱瘓 沒有辦法走路的人 對 你值了這個晶片以後 他就可以替代我們的神經 神經的鏈結 去指揮我們的神智 對 用我們的意識 用我們的意識 指揮他的身體 去走路啊 工作啊 等等等等 簡單的說 他的每一個想法 都是為了幫助普羅大眾 而不是為了他自己 這個是他非常獨特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 第二個企業家 像他這樣子 那很多都是 很有錢的企業家 但是他還是 只照顧他自己嘛 譬如說 Steve Jobs就是嘛 對吧 這麼出名 但是他所講 所說所用 通通都是他自己而已嘛 還有誰啊 Microsoft Microsoft的那個 嗯 對 對 Bill Gates 對 還有日本的道勝和夫 有沒有 也是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 大慈善家 但是他就高度不夠嘛 他就是慈善然後做發展自己的企業會捐錢 然後道勝和夫也去出家了一短暫的時間 然後又還俗了這樣子 根本完全沒有辦法跟Mask來比 所以你看一個人 就應該要像師傅看每一個人一樣 他的著力點 這個人的著力點 是不是為了普羅大眾 還是為了他自己 Bill Gates當然不夠啊 當然不夠啊 而且Bill Gates什麼都要錢啊 對不對 通通 而且更可惡的是 那個時候剛剛開始有PC 就是個人電腦 然後他都到每一個國家 設那個法務部 然後就是抓盜版有沒有 很多人都盜版嘛 盜版 很過分 結果後來證實他這一招是錯誤 因為你一個公司抓所有的人的盜版 你就疲於奔命 後來也不了了之 對 所以後來他為什麼他發展的軟件 都是我賣你軟件的時候 你就要租我的軟件 然後我每一個月要收你多少錢 我已經學乖了 我不會去抓什麼盜版 反正我每一個月都要收你多少錢 對吧 356他的那個Soft Microsoft 356 通通都是要錢 沒有一個不是不用錢的 對 所以Bill Gates是很有錢啦 當然很有錢啦 對啊然後還有他的性犯難對吧 在他的人生裡頭那是最龜龜 最可恥的 他的夫人因為這樣子跟他離婚嘛 對啊 是啊 所以他不是太理想 對 是好 還有嗎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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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一樣喔 巴菲特他沒有自己的企業 他是做投資股票 他是股王股神啊對吧 他投資特別精準 他只做投資 還有他跟Bill Gates 他只成立了那個世界首富的那個一個基金 呼籲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都要樂捐錢 做全球性的公益 但是他沒有自己的產業啊 對 所以你們看一個人不能說喔 他這個很有名這個很有名 然後就怎麼樣 對 是 好所以已經比較出來了 就是一個企業家 他的著力點如果是為了要照顧 照顧全球人類 他的發展會無限大的 如果只照顧自己的產業的話 他就很可惜嘛對吧 黃正勳也很可惜 他沒有機會來聽事物的課 所以他還是在現象界遊走這樣子而已嘛 對吧 而且AI發展的很快 其實AI以外 現在其實現在最夯的 我們台灣還算落伍了 我們台灣認為AI是最夯的 在全球也是最夯的 特別黃正勳回來以後 說什麼台灣是AI的中心 台灣是AI之島啊 全台灣的人通通都樂婚了 其實AI不是最新的科技 因為你AI要成熟到現在變成顯學 那往前推起碼要四五十年啦 對吧 你看我們師傅講課經常用的2016年 AI的那個機器人 打敗韓國的理事卓 2016 那現在20多久 2024啊對吧 又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然後我要說的就是 在2016以前的至少40年科學家 都已經在研發AI了 同樣的現在AI已經打到最高峰嘛 對吧 所以在他還沒有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另外一票科學家已經在研發 所謂最先進的科技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師傅講過只是你都沒概念啦 量子啦量子 師傅讓你們看多少量子糾纏啊對吧 還有現在有量子的計算機啊 量子通信啊 量子很快就要取代AI了 所以千萬不要沉醉在AI 你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 量子非常快速會取代了AI喔 好 那這裡 好你趕快去上 遠離成垢 這個 這個黃線應該在這上面的 知有違法 什麼是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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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講 請講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iTunes 海賬斯南書 第一陳鈺勢者回答 就是現象界有生滅的一切 對對對 這裡都是有違法 遠成狄購 為什麼說他是污購 因為他就是有違 它有違他一定會走向毀滅嘛 所以這這個你所看到的 統統都是有違法 那這相對的這邊是哪裡 這邊是什麼 這叫無違法嘛 無違法就是如如不動的 來 今天我們要邀請蔣陸華來講一花一世界 四大原理 海森堡 玻璃二重性 雙縫試驗 宇宙全習慣 我在考各位 這四個原理是什麼學啊 對對對 非常好 這就是量子力學 就是師傅講的 打敗AI的一定是量子 所以你一定要對量子的種種 比如說量子電腦 量子靈魂不就是量子嗎 對吧 所以馬上就要打敗AI的是量子 你一定要費心去關注這一個面向 那這個都是量子 量子領域裡頭知名的 這個因為我們 你們的就是解說只到這裡而已嘛 其他還有量子靈魂有沒有 還有量子糾纏有沒有 量子 你現在有量子電腦 對 還有量子傳輸 大量的傳輸等等等等 反正你記住會打敗AI的是量子 好 來 蔣陸華可以開始了 今天哪一個人 你齁 好 我叫出來 一化一世界 法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蔣陸華 歐阿倫恰恰 試著來分享一化一世界 那我跟法師認識的因緣是法師剛從英國回來 就是在論子圍的陡數的時候認識 然後這個日月星 日就是法師 月就是陸華 星就是危急 這次危急台灣的大地震 如果沒有認識法師 陸華就沒有機會來上課 如果陸華沒有機會來上課 就不知道這一次 事實上危急台灣的大地震 不是空穴來風 所以這一切都是在宇宙萬象當中 也知道說這宇宙萬象 事實上就是彈化一線 為什麼說彈化一線 就是海森堡測不準定理 就告訴我們 電子的位置跟速度 它沒有辦法同時被測得 所以這一次的大地震 確實是在哪一個地方發生 在哪一個時間點發生 事實上是測不準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那個雙縫實驗告訴我們 就是人的新的關注 成就宇宙萬象 現在這個地震事實上 它是在宇宙的能量場當中 呈現量子疊加碳 在各個維度空間 由於在各個維度空間裡面 呈現各種無限的可能 但是因為現在如果是我們 我們的新的關注 我們新集體新發射出來的力量 發射出來的能量 也就是唯視講的這個作意 甚至是就是說我們講的共業 如果共二業 我們把這個能量發出來 這些集體新的 新的作用發出來之後 就會把這個地震的這個 本來在量子疊加態 變成落實 變成量子坍塌態 到現實的環境讓我們去碰到 所以為什麼事實上扭轉永遠是重點 而不是什麼事情會發生 是我們如何去扭轉它 然後信佛眾生 就是跟這個所有的事物 所有發生的人事實地霧 就像那個地震 我們跟地震一樣 事實上我們都來自同一個本源 從宇宙全習觀就可以知道 所有各不同維度空間互為子集合 而這個子集合裡面的所有大小物件 事實上我們都來自同一個最高維度空間 最高維度的長極光的照射 而這個長極光它是包含了所有光波的正幅相位 所以它能照下來 從最上往下照的時候 在這個宇宙裡面任何一個大小事物 都可以包含著長極光它365度的照射 那它是因為它包含著光波的正幅相位 所以你可以百分之百任何一個小指甲 一個細胞 都有整個宇宙 包含整個宇宙的訊息 所以為什麼我們跟地震有情無情的眾生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承搏 都可以立即 因為我們來自同一個長極光的照射 我們都可以承搏 所以希望說那個大家要 我們要懂道理好修行 而不是盲從 就是說這個要知道說為什麼上課重要 是因為這裡有高能量 法師的二元 就是說法師因為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他有高能量 可以提升我們思維 而且我們來這裡受這個法師高能量的注入的話 我們很快思維就可以提升 然後加入整個訓練 很快就可以看到效果 謝謝 好 給他掌聲鼓勵 還是有超10 超10多久 超1052秒 好 那我們現在來點評好嗎 你們都是越講越好 但是宇宙全習慣還是 還是 還是講的相對薄弱啦 而且超10這個問題沒有好好的解決 來 1 2 3 GO 好 來 陳明玉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歐海王喬喬地 陳明玉試著點評 首先就是我可以感受到這個 蔣師兄的積極的準備 不過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生病的關係 還是太緊張的關係 就是我會覺得他今天聲音特別的緊 呼吸急促 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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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急促 對 可能後來你給他按鈴了嘛 就是我覺得他有些部分緊張到感覺有點像哭的聲音 他 他前面還不會 前面還不會 但後來越來越來越緊張了 對 對 是 是 好 只有這樣喔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話說不出來 好 但是你沒有針對他的解說給予點評啊 對 好 楊宗憲來一個 師父 各位師兄 歐海王喬喬地 楊宗憲試著點評 好 首先就是 我覺得蔣師兄的口條很好 他表達都很清晰這樣子 也很流暢 那 至於就是比較遺憾的一方 就是在 就是超時的部分 那 特別是已經有鈴聲響了以後 他還是 完全沒有調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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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他在講那個地震 就是來自那個新的觀測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就有點不甚理解 我也不確定蔣師兄講他 如何連結起來 對對 我不確定他講是不是真的正確 他可能是要表達啦 他可能是要表達說 每一個人的意念 如果是負面的意念 就容易感到負面的災難吧 是不是要表達這樣 因為你跟科學的連結裡頭 沒有解釋地震怎麼 因為我們地震就是我們心就是 心念 心念的那個 就是說心的關注嘛 集體 心的關注 就是共二頁 你要覺得他必須從宇宙能量場 是你的心事的作用 才可能把他從那麼高的能量 宇宙能量場把他下降到現象界 來讓我們走 而且是瞬間的 這裡你要強調是瞬間的 因為本來他都在宇宙的那個 那個疊加態的 宇宙能量場裡頭 呈現疊加態 就是他 他可以有無限的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關注他了 所以他那個粒子變成 坍塌態 坍塌態變成什麼 佔有時間佔有空間 被我關注到 被我看到 所以你現在看現象界的 每一個人 事 時 地 物 都是宇宙的那個能量場 坍塌下來的 透過人的關注 他坍塌下來 佔有時間 空間 讓我們發現 讓我們可以看得到 對 所以這一個重點 他要描述的兩個定理 就我剛剛 因為他也有講到這個嘛 對吧 可是他講這個 從宇宙的能量場 無限的 可能的那個 疊加態 一下子下降到 你我都可以看到的 坍塌態 佔有時間 佔有空間 這一段 他要描述兩個定理 哪兩個 1 2 3 Go 答對了給你加2分 這一段 我考當事人好不好 好 這一段 從疊加態 下降到坍塌態 他要描述什麼 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路好試者來分享 就是那個 雙縫實驗加上玻璃二相性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 玻璃二重性是什麼 二重嘛 一個是在 宇宙能量產的 這個疊加態 無限的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 落到現實面 讓你我他看到的 這個坍塌態 所以在宇宙能量產的是疊加態 在現象界讓我們看到的是坍塌態 一個是波 在空中 在宇宙的是波 下來的是粒子 所以叫玻璃二相性 所以玻璃二相性就是在講這個 這玻璃二相性由波下滑到坍塌態 最關鍵的重點就是你關注了他 因為你關注你用到的就是意識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唯實這麼重要 你不認識唯實 你也只是 行行混混的知道說 就是因為我 我觀測了他 我看了他 那這樣看跟那樣看有什麼不一樣 那當然是大不一樣 這個就是意識 意識的重要性 你用意識去關注他 讓他有無限的可能性下滑到粒子的那個坍塌態 我再一次的強調 唯實的重要性 在特別在現在AI時代 你幾乎所看到的通通都是意識的展現 對吧 好 還有嗎 還有哪一個人要點評 沒有的話 師傅還要來特別強調 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 我是在寫作給你們 就是播出的寫作 我不是每一次 就是推出一個視頻的時候 我就會把問題PO出來 不給你們答案嘛 考你們 可是在播出來的時候 師傅會把那個答案給補足 對吧 這個是師傅慣用的手法 就是不要讓你們 全部都仰賴師傅嘛 你要訓練你會想嘛 我記得在可能兩三個禮拜以前 我曾經寫 N 就是最高圍 最高圍就是長期光的放光嘛 對吧 然後最高圍到最下面 這中間叫做N圍到N-1圍 N圍到N-1圍中間充滿的分別心 所以因為你有分別心 所以你上不到到最高的維度 這個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特別留意到 這跟學佛是完全吻合佛教所講 什麼叫分別心 二圓對立就叫做分別心嘛 對吧 所以你為什麼能夠上到諸佛的長期光 如如不動的長期光 因為他完全沒有分別心了嘛 所以他直入到直屈終極本質 可是從N-1圍到最下面 這個整個不管你在地獄道 惡鬼道什麼道都好啦 天啊 人啊 只要你還沒有證物 終極本質的話 你都在N-1圍當中 還在執著分別心 這樣可以理解嗎 喔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好今天師傅要看 帶大家看 腦筋片 意識的心力 好接下來看一下醫學科技的最新發展 馬斯克的新創事業是大腦晶片公司 叫做神經連結 他把一種腦機界面 植入我們人的大腦 如果是癱瘓的人 他可以單靠思考控制電腦 目前在招募自願者 因為他已經獲准可以進行人體試驗 那麼參加首次的人體試驗的人 預估這個真正的放到市場上的 醫療可行性六年內可以完成 他的目標是希望用來治療自閉症 憂鬱症還有肥胖症 另外還會報導一個拯救生命的科技 是加州的槍擊定位 系統只要偵測到異狀 會及時通報警方 還能夠精確定位事發的地點 我們先來看馬斯克的 這一個神經連結公司的想像 億萬富翁馬斯克的爭議再添一筆 他成立的大腦晶片新創 神經連結宣布 已經獲得獨立審查委員會的核准 正在招募自願者 參與他們首次的人體實驗 對象鎖定四肢癱瘓 俗稱見動人的患者 屆時將動用機器人 發一種叫做BCI的腦機界面 植入參與者大腦中 控制移動意圖的區域 初步目標是要讓患者單靠思考 就能控制電腦游標或鍵盤 整個實驗過程將耗時六年 Neurolink是今年五月獲得FDA批准 實施首次的人體臨床實驗 先前的動物實驗已經接受聯邦審查 而馬斯克的宏大院警 是要藉由自家晶片裝置 來提升快速的侵入性手術 用來治療肥胖 自閉 憂鬱等病症 另一項挽救生命的科技 目標鎖定 槍支暴力 這是加州殺家緬度警方 正在使用的槍支定位科技 為的是更快速回應層出不窮的槍擊案 尽管已經不是新工具 卻是殺家緬度警方 投入使用以來最密集的時期 一旦偵測到異狀 便及時傳送到巡邏員警的手機上 並且還提供精確的案發位置 分秒逼真 提高救命機會 機關有新科技協助執法 各界也持續呼籲修法 有必要有困難的法律 我們在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師傅還有哥師兄 陳明醫師這回答 首先我還是很感謝馬斯克 他給我的這個啟發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敢突破 很敢做夢 然後而且践行的人 對對對 就是說 這個點評就非常好 就是 敢做夢敢践行 對 給世人啟發 因為我覺得他的一些想法 我不敢想 對 包括譬如說 一出生就是野蠻 我覺得他先天結構上 可能就有限制了 但是他還是想辦法 要讓這些人可以看得到 對 這個 像先天就野蠻或耳熔的人 一般人就直接把他撂到旁邊去 你根本不會去理他 對吧 但是誰會去理他 除了馬斯克以外 還有誰會理他 這一類 好來 師傅 師傅會理他 謝謝您的抬舉 對 謝謝 對啊師傅一定要理他 對啊 師傅用什麼理他 師傅用什麼理他 其實你們都知道 但是你們沒有去連貫 沒有去連貫 要是經第六大院 要是佛十二大院 第六第七大院都在照顧病苦 那你沒有問過嗎 說怎麼第六大院也照顧病苦 第七大院也照顧病苦啊 那何必嗎 就兩個結合成一個 第六大院照顧先天性的殘疾 先天就看不到 先天就是耳熔 他讓他可以回復正常 耶穌也具備同一個神奇的力量 耶穌在他講到的現場 多次視線 讓眼盲的人立刻看得到 這個都是非常強大的法力 他要視線給世人看 只要你努力修行 你也會擁有這麼強大的 度眾的能力 對 所以這個是絕對可行的 對 你們看要讀《藥師經》 讀了個那麼滾瓜爛熟 然後不知道 第六大院跟第七大院有什麼差異 對 這個我講過 只是沒有像今天跟Mask聯合起來 結合起來 今天當然是更更 徹底的植入你的心 你一定不會忘記 藥師經有兩大院 藥師佛當然有十二大院 其中有兩大院跟病苦相關 一個是指向先天性的殘缺 另外一個是後天的第七大院 照顧各種疾病 對嗎 是 好 繼續 所以你看嘛 同樣在誦經 你們就哗啦哗啦送過了 然後 一無所得 這是業障輕重的 對 這就業障輕重的表現 對 你如果根本是打開來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指導你 你就知道 你會去分辨 為什麼會有兩個救度病苦啊 你就會去發現一個是先天性的產權 另外一個是後天的 對 好 繼續 還有嗎 好 好 講路啊 好 好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路法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Mask讓我比較大的衝擊就是 就像我們為什麼說 就是一個空間跟一個空間 事實上就是一個 它不是延續性的 不是說三度空間發展到極致 我就可以變成四度空間 不是 是因為三度空間四度空間 你的能量差距 你必須要以思維的差異 對 就像外星人 我們要進入外星人的世界 必須 外星人就是具備意識的作用 的能力 對 它就是能夠類似說心電感應 我根本不需要跟你對談 透過這些物質界的交流 事實上意識就是有點牽涉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直接用意念來做一些事情 控制 事實上我們就已經邁向一個 一個升華 我們的思維的升華 我已經不靠三度空間 目前這些按部就班什麼AI什麼什麼 這個都還在線性的發展裡面 它現在Mask走的是意識 我就另外一個平行的 它是已經比較接近到另外一度空間了 比較更高思維 思維的耐度空間所使用的方法 所以這是我覺得 為什麼它會這麼有智慧 它並不是在這我們死胡同裡面 這個教育體系 這個思想體系在游走 它已經另外一套出來 所以Mask它有一句名言叫 博士無用論 就是你念博士也沒有用 因為你在學校學的永遠都只是 就是在一個框架裡頭 所以他不願意 他不願意念博士 他認為那是太浪費時間 對 是還有嗎 楊東縣你來發言一下 師父各位師兄 我會不會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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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 種種 種種創新我最佩服的 真的還是在他就是 在他眼裡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對 就是敢做 對 然後他就是只有計畫 他沒有說不可能 是 他永遠不對說 對 是是特別了不起 對 你知極了要害 對 好那現在師父來解說 我先要講腦晶片看到嗎 現在我們整個台灣全球風行的是 是 那個張仲摩的 那個台積電的晶片 可是Mask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他叫做腦晶片 所以只要是跟腦相關的 就是先扯到意識 對 意識就是腦 腦的neuron 就是腦神經元 直接就是意識 我們的意識其實就是腦神經元 量子靈魂 量子靈魂 為什麼說量子靈魂不死 量子靈魂不死 量子靈魂不死是在講 我們的神經元 意識住在我們的神經元 這個神經元 這個無數多幾千億個神經元 彼此之間都有溝通 彼此之間的支架上 那個意識就成 量子有序的狀態 住在那 那我們人就活著 如果有一天這個量子有序的狀態 失去這個秩序了 失序了 那我們人就沒有辦法活著 那什麼會讓這個量子失序啊 如果以佛教的角度來看 不就是業力嗎 你的業障滿了 你就失序了 你就得要回去宇宙的能量場了 你就不能佔有時間佔有空間 活在這個身為的空間裡頭 對 所以腦晶片牽扯到neuron神經元 他當然是用晶片的方式 因為他講說他要把 把那個 那個這裡開一個洞 然後把三千 三千八百多個electro 的electro 中文怎麼說 電極線 乘thread 乘線性排列 三千多個 他很小啊 這個是我們兩年前看的影片 電極線三千多個 排列起來 只有這麼一點點放在這個腦殼裡頭 然後裝進去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控制他的意識 讓他按照我們的需求去活動 去打開眼睛 然後去就是走路啊 像癱瘓的人他不會走啊 像講媽媽他不會走嘛 對吧 然後當然主的拐杖會走啦 但是他這個就是力求 我要讓那些癱瘓的人 能夠在我的意識的控制裡 意識是什麼 就是念頭嘛 我用念頭來控制他向右轉 他就向右轉這樣 一直類推 對 所以這個才是意識當道的AI時代 AI是意識時代 我一直不斷一直不斷講 AI時代就是意識時代 可是在意識時代冒出來一個新的力氣 AI的時代是意識的時代 用的都是張忠摩的那個 4奈米5、3奈米 現在2奈米還沒出來對吧 但是Mask說那已經全然落伍了 我要向大眾推薦的是腦晶片 來取代張忠摩的晶片 這樣你可以理解嗎 好 一派塗地被趕超了 這不就是時代在變化嗎 是吧 而且他說這6年就會出來 我不知道你在那個黃仁勳的 他是黃仁勳嗎 揮答黃仁勳 接審啦 講英文比較快 在接審的發表會裡頭 他請了6個機器人都跟他等高 然後他出來 這6個都大陣仗的排好在舞台上 然後黃仁勳出來站在這6個的當中 為什麼要這樣做 讓大家看這是等高的 就是以後的機器人就是跟我人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然後也做了我人可以做的事 但是你要注意到那天的表演 這6個機器人都不會動啊 他沒有讓他動 代表什麼 他不夠成熟來動啊 那我記得以前 可能一年前我曾經 撥過Mask的等高的機器人叫Optimus 有嗎 那一年前Mask的那個等高的Optimus的機器人 就會跳舞耶 會跳舞會動耶 今天我們看到黃仁勳的機器人 是等高沒錯但是死的 代表他的技術還沒到位 我看到他那天在表演的時候 他跟他眼前的小小的機器人 差不多這麼矮而已喔 有對話 但是他沒有顯示 機器人怎麼問話 黃仁勳怎麼答 都是黃仁勳自問自答 這個小機器人就在那邊跳舞這樣 我個人看他是差Mask差很多 但是一般人他不會去關注到 像我跟你們講Optimus 就是Mask的Optimus 那等高的機器人 你們也沒印象對吧 代表你們對這個 你不知道他的厲害 你不知道他的未來性 可是失誤馬上就笑到 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再來 當那個Chad GPT 特別你要小心了 Chad GPT出來的時候 Mask就說他是一派服演 說Chad GPT是一派服演 Chad GPT不是你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你丟給他一篇論文中文的論文 他很快幫你翻譯成英文 但是他翻的是叫做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他給你寫一大把看起來忽利堂皇 然後你仔細看你的胡說八道 所以Chad GPT有一個別號叫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因此在這個的同時 Mask就說Chad GPT製造無量的那個garbage 垃圾 我要推出的是Truth真相GPT 有印象嗎 有有有有 對 是呢 這一次楊宗憲的那個新的報告還寫到這一點 但是你們都沒寫對吧 誰啊 誰啊 對 都很讚嘆 真的他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們搬上了Mask 好給他掌聲鼓勵 對 對對對他思維真的是很高 馬中憲 我現在已經稱他憲哥了啦 憲哥 所以我才說你一直講說那個Chad GPT 很會翻譯 我實在是不敢苟同 我實在是不敢苟同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我後來有跟我們學校堅持說 一個學生Chad GPT之後 我們要變終點費 請英文老師一定要教 一定要修改 要修改要校正 特別他的文法爛到起點 我告訴你 對對對 就是後來他們真的就是 出範之後 後來真的都必須要請英文老師 喔 一定要修改 一定要修改 像我就根本不願意用Chad GPT的英文 我發現他有兩大非常嚴重的錯誤 是一個就是文法 文法錯到他根本就是離譜 第二個就是他的用字潛質啦 用字潛質 你看像佛教要用的語言都要很精準啊對吧 否則的話 你跨界融合你怎麼翻啊對不對 所以你不夠精準的話 你就誤導眾生對吧 然後他用的字 我們用字有高階的字 然後也有中階 也有低階的對吧 他永遠選擇的都是低階的 我告訴你原因為什麼 低階的字鋪天蓋地 所以他因為你缺了GPT他是抓取大量的 我要用這個字 哪一個譬如說跨界融合好了 跨界融合 interfusion出現最多 所以他就抓取interfusion給你說 這就是跨界融合 他是從量裡頭去去生成他認為那是對的 結果出來就是我說的嘛 一本正經胡說八道嘛對吧 所以你不能真的不能用他 就是你要有能力去修改他 然後去糾正他 對 AI 我要說的是 AI人工智慧的極致是腦晶片 你看到嗎 我已經定位了 你在AI的人工智慧這個領域裡頭 他的最高的極致是腦晶片 不是張宗摩的晶片啊 為什麼 因為AI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就是意識嘛 AI是AI時代是意識的時代 意識時代的極致當然是腦啊對吧 你該不會還在用那個晶圓廠的晶片嘛對吧 那是因為腦晶片還沒有成熟到問世量產 所以目前還在AI的晶片裡頭打轉嘛 但是你不能迷思在上面說 哇我們台灣是AI之島啊 台灣是AI中心很快你就會被替換了 因為時代你可能還沒進來 我講過AI時代會被什麼替換掉啊 被量子被量子 量子一樣也是講意識啊對不對 量子就是在講意識嘛 量子靈魂講的不就是意識嗎 意識就是神經元嘛 這樣你可以聯想得到嗎 所謂量子還是在講意識啊 怎麼知道啊 我剛剛講海森堡測不準定理 玻璃二相性 雙縫試驗 宇宙全習慣 這通通都在量子的領域 包括量子糾纏啊等等 量子傳輸啊 量子電腦啊這些都是 那你看怎麼知道量子跟意識相關 我們不是講雙縫試驗是我們要去觀測它嘛 我們用什麼觀測 意識嘛用念頭嘛 就這麼清楚明白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每次講到量子 你要想到意識 你就是去觀測它 所以它由疊加態下降到 疊加態代表什麼波 波 能量波 下降成為粒子的狀態 所以叫玻璃二相性 這樣可以嗎 玻璃二相性由誰來控制 由觀測者的意識 這樣可以串聯嗎 這個觀念你一定要夠清楚喔 那晶片與市場現存的晶片 現場 市場現存的晶片就是張仲摩的晶片嘛 差異 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的話試著來分享 就是那個腦晶片已經實際應用到意識的力量 那那個你必須用人類的意識透過腦晶片 已經用到了意識的原理 對 用到意識的原理 現在試圖把意識的神經元的力量灌注在那個晶片裡頭 晶片是一個轉換器而已 你如何把這個意識看不到的東西去執行 落實在你現象界去執行出來 那現在市面上現有的晶片 它就是物質界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機器人的跟意識事實上沒有什麼差異啊 機器人也是也是的意識 你不能說他沒有差異 機器人他也是意識 他為什麼會跳舞啊 他為什麼能夠給你端盤子啊 是因為科學家把這個類神經網路 你只要講到神經那都是意識啦 神經就是意識 把類神經網路的方程式寫在這個機器人裡頭 讓他可以去工作 所以他用的是相似於人 叫類嘛 類 相似 相似於人的這個意識 他不是真的 那他是怎麼運用的啊 科學家把他用數學的模型寫成那個 程式化數學程式放在機器人身上 然後幫助他深度學習啊 24小時不睡覺啊 一直學習一直學習 所以他就變得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成熟 能夠跟人對話啊 懂得主人的喜怒哀樂啊等等等等 但是他用的還是類神經網路 不是真正的人的網路 因為是有腦發出來的 我的腦去控制這個晶片啊 對 我的腦的意識發出信號去牽制那個 Electro 牽制那個電極片的線路板 是我的腦的意識去發出信號去指揮他工作 那這個跟這個現存的晶片大大的不一樣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你不理解那也無所謂 因為以後講的都是量子啦 都是量子的這一類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講 來幫助你反思現在當紅的炸死期 AI人工智慧它的弱點是什麼 就是要杜絕你一直停留在AI人工智慧 因為AI人工智慧我看三五年就會被淘汰掉了 所以你要做好準備啊 你不要現在還跟瘋子一樣 台灣是AI人工 AI中心台灣是AI島 嗯這個 這個自我陶醉可以啦 但是不要太久 是是 是 是 誰 喔 喔 OK他怎麼說的 他就說 大家不要飄飄然 對 不能飄飄然 對 但是他沒有指出一個方向嘛 沒有指出量子的方向嘛 沒有空氣方向 然後 對 但是他有 他有誠實的說大家不要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看師傅的教學永遠走在時代魅力前沿 師傅趕在這個時候就指出來是量子 而且過去一兩年師傅不斷傳授給大家 就是四大要你們練習很很成熟的 海森堡測不準定理量子 還有玻璃二象性量子 還有雙縫試驗新的觀測量子 宇宙全習觀量子 師傅也講量子糾纏有沒有 量子 師傅也講量子靈魂量子 一系列書永遠都走在時代的前沿 嗯 好 從這個觀點 就是同樣 同樣一堆人在看 你看法師就講得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 而且跟一般人有絕對大的差異 對 看法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從根本智慧發出來的力量 對 你就會知道這個講得對 這個講得錯 而不是說我要學很多東西死背一大堆書 來依照這些世間的知識來判斷誰對誰錯 事實上是根本智慧的 喔這就是Mask就是對了 黃仁勳就是錯 可是如果你是在現象界裡面打轉 你讀很多書 你就會被現象界迷惑 你就會認為黃仁勳好了不起 AI好了不起 但是根本智慧就是從終極本質出發 當然一看這個就是不對嘛 我不能迷於現象界 對 是的 所以我覺得從法師的這一些講 就說法師的醍醐灌頂 所有的這些由衷的都是因為從那個 終極本質 根本智慧發出來 絕對不會有接受 不管你外面 被干擾 不會被現象界干擾 不管你今天外在的世界發展成怎樣 你就是可以一語道破 這個發展是對還是錯 對 師父不會迷失其中 這就是因為根本智慧的徹底彰顯在這裡 是是是 師父不會飄飄然啦 對對對 所以你們逐步的理解師父是什麼樣責任 對 我們為什麼要修行 要很 你們非常有福報 跟著師父修行 在這麼樣的混雜的世界裡面 每一個燈肉園每一個人的看法 大家都很容易就上 隨便一個言論你都可以上short 上什麼去播 那你我們在這春花雪月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觀點 你到哪裡去知道說這個是對這個是錯 對 只有根本智慧可以判斷 還能什麼判斷 對 而不是說我這邊有一百萬人說這樣這個就對 不是 對 所以要開發根本智 對 好 那所以我給各位出了主題 有違法就是因緣法嘛 緣起緣落 跟無違法如如不動的終極真理差異何在 那你也不能寫 有違法是緣起緣滅 是不是 那不夠的 我要你申訴更多 對 好 現在講完已經觀賞完了非常精彩的 腦晶片 意識心力氣 這個明日科技的影片 同時師父也設定了 新的報告第一段的主題是 有違法對比無違法它的差異 你一定要盡量發揮 為了幫助各位同學寫作 所以師父先來做出寫作的示範 首先我要介紹 腦晶片對比AI人工智慧的晶片 它是有差異的 腦晶片意識 由人的意識所直接控制的晶片 有別於由數學模式所成就的 類神經網路的晶片 所以目前的AI人工智慧晶片 就是所謂的類神經網路的晶片 它仍受限於製程封裝等技術的束縛 但是可惜的是 同步的腦晶片的發展 一樣仍然不夠成熟 雖然腦晶片利益甚佳 是人工智慧的一大突破 人人可為 處處可為 當然也有意識被盜用之餘 根據這一點所衍生的科技倫理問題 特別的嚴重 該如何防範 這是在研發的時候 的一個考量的關鍵重點 再來 師父要來介紹有違法跟無違法 無違法 一指 離因緣所造作的主法 叫做無違法 有三無違 六無違等等 因為篇幅的有限 師父講 三無違中的折滅無違 六無違當中的真如無違 都是涅槃 涅槃是無違法中最殊勝者 有違法 一指隨身因緣而出現變化 以及消失的法 又稱為元祈法 元祈法 而視為有違法 它與無違法共同構成了 一切法的兩大分類 有違法 因此我人的心念 具有生柱易滅 感召我人肉體的生老病史 同步使現象界的成柱壞空 這以上所說的 都是有違法 是隨順因緣而呈現有相 這樣 最後師父要來援引經典 金剛精的教導 金剛精雲 以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意如電 因作如世觀 經典教導 所有因為造作行為 而感召形成的現象界 這就是科學界所探討的標的範疇 可是現象界是隨順著因緣和合而異動的 不斷地生生滅滅 猶如遭露閃電般的瞬息萬變 因此 經文教導的核心重點在於 行者應當學會活在當下 對現象界不批判 不擲取 無需念念相訊 免生一切二元對立的煩惱服 才能夠實時累積無違法的終極本質 終極本質 九四無違法 逐步邁向原重普提 換句話說 世間法 應該遠離直舉二元對立的成垢 才能夠圓滿正物普提的法眼清淨 好我現在要回歸到這個經典 明相解說 得法眼淨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遠成離垢得法眼淨 所以你要了解什麼叫得法眼淨 不是這個眼淨 得法眼淨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什麼呢 分明見真地的叫做能夠了了分明 見是什麼意思 照見 照見 那什麼是照見 體悟叫做照見 那你如果把它說看見 那你如果把它說看見那就太low了 不是 見是照見 可是照見你還是不懂啊對吧 體悟 你非常分明的體悟真地 你有這個能力 那你就得到了法眼淨 法就是諸法就是宇宙萬象嘛對吧 那這個明相通於道小秤 大小秤都有講這個得法眼淨 小秤就是出國 出國就是虛陀寒果 就是四國裡頭的第一階 出入聖人職位的虛陀寒果 然後他能夠照見體悟似真地之裡 似真地是哪似真地 來楊宗憲 是真地 小秤嘛 虛陀寒嘛 他提悟的是什麼 是真地 師父各位師兄 我會用強覺 替楊宗憲試著回答 是 是真地是指苦極滅盜 對啦給他掌聲鼓勵 對 你們就說是聖地你們就知道苦極滅盜 四真地你就不知道那是什麼碗公 對吧 是啊 對啊 所以楊宗憲還是了不起 對好棒喔 對啊 其實郭局你也知道四聖地就是苦極滅盜 對吧 對啊 但是有換成四真地你就不知道了 對吧 大秤是出地菩薩得到了無聲法忍 就是法忍盜 待會會介紹無聲法忍喔 所以 真鴨漢經裡頭也有講 三萬天人得法忍盜 無量壽經 這個是 徐里悅的 他們那個 那個 淨土宗的經典 得清淨法忍 各宗各派都有都有講到得法忍盜喔 唯摩結晶我們的文書的佛國品講 講什麼 遠程離構 得法忍盜 就是今天的主題 大經 慧遠書 書就是論著的意思 見四真地 就是四聖地 得 淨法忍 還有 諸解 唯摩結晶 有講 照就是照論喔 照論喔 他有說 法忍盜 盜 盜就是真地的意思 虛陀環盜 虛陀寒就是出國嘛 對吧 虛陀寒盜也 始見盜集固的法也明 就是說虛陀寒是剛剛進入聖人結位的第一階 然後他是證悟他是了悟這個法眼就是清淨的法眼 世聖地裡頭的第一階苦其滅道 好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無聲法忍 在小秤就是以虛陀環為代表來證悟法眼的清淨 然後在大秤就是菩薩歡喜地 他開始來證悟無聲法忍 也就是無聲忍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了解他 什麼叫無聲忍 把心安住在不生不滅 無聲嘛 無聲就是不生不滅 忍不是把他忍下來 而是安住在那裡 沒有煩惱的安住在不生不滅的這個法理上面 大眾佛教的術語就是無聲法忍 忍入波羅蜜忍就是忍入波羅蜜的一種 是菩薩修行忍入波羅蜜 以及三解脫的成果才能夠成就無聲法忍 一指智慧安住在無聲無滅 就是不生不滅的理體理則裡頭 因為安住在不生不滅 所以他不退轉 接下來就要解釋什麼叫三解脫門 三解脫門以前我們介紹過 三解脫門三種進入解脫境界的智慧之門 第一個空解脫門是了悟了諸法本空 我們雖然有現象界 現象界背後是真正成就現象界的空性如如不動 所以不執著於空 第二個無願解脫門是了知諸法的都是虛貫而有 所以無所願求 第三是無相解脫門 就是了知宇宙萬相是無相是超無相 就是超越相的束縛而無不相 就是你超越有相也超越沒有相 簡單的說你超越了二元對立 你才能夠進入中道 這樣可以嗎 好的 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來觀賞的是 經典援引第十三講 遠程離構得法驗淨 這個微末結晶的佛國品 所以他的經文是這麼說的 當佛獻此國土嚴淨之時 寶基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聲法忍 八萬四千人皆法烏諾多了三秒三 菩提心佛射神族 於是世界還復如是 求聲文稱三萬兩千天級人 知有違法皆惜無常 遠程離構得法驗淨 八千彼球不受諸法漏盡一劫 經典教導 第一 當世貞彰顯佛土嚴淨之時 寶基長者此皆證悟 超越二元對立的不生不滅 涅槃境界 同步有八萬四千同政菩提 第二 佛在現神族通知記 同步感召現下界空間 一樣清淨莊嚴 第三 惡寸人的聲文言訣 只能證悟聲聲滅滅的 有違元其法之無常 第四 唯有遠離有違法之束縛 才能夠超越二元對立 得漏盡的親近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的講課到此圓滿 公祝和福 妙吉祥如意 至少是視乎極吉祥 積分證的